雖然高空抹窗工人不算是高尚職業 但由於風險高 而令到工人的生酬水漲船高 而且公司還會因應大廈的危險程度 而追加獎金 如果保持有公開一個月的話 都有幾豐厚的入息 雖然學歷低 但是每一位高空抹窗工人 在入職之前 都一定要取得高空工作的牌照 了解高空工作所需的安全授質 公司才會被工人開工 穿好裝備 工人都沒那麼快開工 因為雖然每天都做同樣的抹窗工作 而工具天天都是長時間使用 所以工人都會先檢查裝備 再最後一次調教成縮的鬆緊 比自己工作起來舒服點 以及以防萬一 因為就算是經驗多豐富的工人 如果稍有不慎 都有可能發生致命的意外 所以由放繩到打每一個城堅 以至工人爬落城板 所有步驟都要小心 而且更有一套規定的程序 下樓前前 我們第一一定要肯定 確保我們所帶來的 下樓前的工具都是工具 完全足夠 足夠了 然後我們第一步會綁繩 也就是縫繩 縫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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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應用 縫繩繩 縫繩繩 縫繩 縫繩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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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縫繩繩繩 現在就幫忙拿水提供工具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對於工人來說 最希望的是不會有一次的事故發生 因為一次意外 就算沒有性命危險 也會令他們留下恐怖的陰影 由大廈上望去工人做工 好像很輕鬆 拉一拉繩 去到窗門位置 噴一些清潔劑 再用抹槍手柄一抹 就完成一個窗口的工作 但原來看來簡單的工作 只是工人熟能生效 到自己真正做的時候 可能會手忙腳亂 就完成了 到少女的頭身做工具 就完成了 再上車 在那裡 再用了 再用了 在那裡 技術上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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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試了用Spider-Man的方式去抹槍 讓我覺得一件事 萬事起頭難 因為那塊板你一踏下去的時候就像鞦韆一樣 你一隻腳踏下去的時候其實它是不穩的 這個時候你就要很有平衡感 你才可以坐下去 而且你坐下去之後 你又不是單止只是吊在那裡 你拉尾你又要顧著那些清潔工具 那個時候你是不可以分心 我覺得抹槍這個行業 比我想像中真的難很多很多很多 其實做那項縮那項 有時有些工作不可以硬著頭皮去做 高空抹槍工人的工作 就跟馬戲班的匡中飛人一樣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工 亦所謂一膽二力三功夫 不過就算功夫幾了得 工人都明白到做工時絕對不可以分心 另外作為抹槍工人 就算技術有多熟練 經驗有多豐富 但他們仍然要遵守一些規則 就是在工作時不可以滋擾客人 當我們的工人下樓的時候洗玻璃 我們都有幫他們說過 第一 最緊要不可以燒煙 第二 不要打電話 第三 不可以靠玻璃 靠玻璃有時他們的惡作劇 想知道客戶是甚麼 或者被人擔心是甚麼 不可以走出來 又要在惡劣的環境中工作 又要小心保住條命 亦要將手工作守則 小心保住份工 作為工空抹槍工人 可以說得上是身心都受到無比的壓力 對抹槍工人來說 為了完成工程 多困難的地方 都要將他們清潔乾淨 絕對不可以一米高 因為結構複雜而退縮 而馬虎了時 又或者這些就是老人家 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 吃得鹹魚抵得渴 下一節 工人將會面對另一單抹槍任務 這行任務啟錢安全 但其實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下一節 看我七十二行